HONOR今年都頗盡取 在摺機這個戰場 他們早前才出了一部 嚇死人博的HONOR MAGIC V2 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最近開啟我們 徹底升級的HONOR MAGIC V3 拿上手試了一會 今次就給你詳細看看這部機 這條影片我會給你詳細看看 它的整體設計 我還會拿兩部其他摺機 給大家比較一下拍攝表現 最後還會給你看看 你在摺機軟件調校的使用體驗 先說一下設計 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超薄設計 一上手的WOW FACTOR是很大的 亦都比SAMSUNG薄很多 它雖然是摺機 但做到只是比普通手機薄一點 只有9.2mm 這個位置非常出色 重量表現也非常好 這部也只是230g 連同它原裝的學用 拿上手是非常輕便 它是暫時在香港買到的摺機比較輕的那部 這個位置很重要 用上手其實重的話 其實真的不太想用 我拿到上手這支是紅色 整部機的配搭我覺得蠻特別的 機背類似紋皮質料 近體會有紋皮紋 摸上手比較粗 機身邊框是土豪金色 磨砂金屬面 架位也有很多圖案 是一隻反光的金色 它還跟機送了一個Color Match的機套 很開心 一開機裝套就用得到 它們推出的顏色有紅、綠、黑色 黑色就是霧面玻璃的質感 我最喜歡紅色 它們整個設計語言 我覺得比上一代好多 顏色漂亮了之餘 它們的配色和鏡頭組 今代有些個性 你會比較容易 第一眼看下去就認出這部機是什麼 至於價位 值得讚的是它可以完全接收 沒有GAP 今代支援IPX8防水 還有它們很 proud of 抗刮內臟的巨西玻璃 發布會它直接丟了整部機器 在洗衣機上撞 其實都蠻瘋的 而螢幕 也是它這部機第二樣 我覺得很出色的地方 前螢幕是6.43吋2K LTPO OLED 螢幕 支援4320Hz PWM 條光 是一個護眼技術 至於是什麼呢 之前我說Honor Magic 5 Pro 那條影片也有說過 而內螢幕是7.92吋 規格差不多 條光會差一點 支援3840Hz PWM 條光 螢幕色彩表現是一貫OLED螢幕的水準 最特別是它的護眼功能 它們今次為護眼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叫做AI離焦護眼 它是一個技術去拉遠部分顯示的內容 產生望遠效果 將對焦點放在視網膜前面 增加視網膜下麥樂膜的厚度 它可以有效舒緩視力疲勞和近視 也有研究指出可以防止近視惡化 加上座面顯示 即是到時到後會幫你開藍光 讓你不會因為藍光而影響到水面狀況 另外一樣值得賺的是它的前螢幕比例 它的外螢幕是一個20比9的螢幕 用上手的感覺 前屏的使用體驗很舒服 我的使用場合下 我會更加喜歡用前螢幕 不要經常做小小事 回覆訊息都要打開內螢幕使用的感覺 大螢幕通常我用來做多工處理 如果用來多工處理 上下分屏可以正常的大小用 另外我個人來說 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這部V3是支援用筆的 你可以用它官方買的Magic Pen 在上面寫東西和畫東西 可以多個方法去寫筆或寄東西用 接著就到鏡頭了 它有一個5000萬像素主鏡頭 一個4000萬像素超廣角鏡 一個5000萬像素3.5倍光學變焦鏡 鏡頭佈局今代也挺有誠意的 鏡頭佈雖然大 不過相機性能搭夠 主鏡頭 色調偏暖色調 而且會偏紅色多一點 高光抑制表現也不錯 HDR調教進取一點 暗部也會推光一點 細緻到HONOR表現得很好 夜拍表現 整體傾向鮮色一點 雜訊和細節表現也挺出色 而它拍照的光影和對比 質感在鬧市區表現也挺出色 看上去的層次會多一點 夜拍表現 雜訊控制也做得不錯 色調也會鮮色一點 至於超廣角 顏色偏向暖色調一點 高光抑制表現得不錯 細節表現好出色 雜訊控制也不錯 HDR調教沒那麼進取 暗部細節會保留一番 天空藍色偏青色一點 我覺得順暗一點 夜拍 顏色都是差不多的偏暖色調 雜訊表現也不錯 食物照 影食物色調偏紅 鮮色一點 看上去多一點紅色調 我覺得也好像比較好看 至於微距功能 它的兩個鏡頭都支援微距 人像 整體對比度 主體突出 背景虛化 膚色等等 我自己也挺滿意 好好啊 我覺得 它有了最新的Hardcore Studio 人像filter之後 拍人像的層次是兩個世界 夜拍 1X 雖然你會看得出 它會有美顏過 但出來的效果 和細節表現也不錯 就算三倍鏡 成像也挺有質感 膚色表現也不錯 三倍鏡的背景虛化 邊緣運算做得不錯 至於虛化程度 可以自己調校 調校得誇張了一點 看起來也不錯 也不會太假 自拍鏡 夜拍也挺清晰的 細節度表現不錯 膚色也不錯 拍攝功能方面 幾樣HONOR的特色功能 第一樣是影眼相機系統 之前HONOR Magic 5 Pro 和6 Pro都有提及過 第二樣是人像filter有特色 它繼承了HONOR 28時的功能 Hardcore Studio 人像功能 用它的filter拍人像是挺有質感的 這裡讓大家看看拍出來的效果 整體人像的色彩質感 都因為這個filter的關係有提升 我自己覺得挺滿意的 也挺喜歡用 第三樣是內置的Lock Profile 這部內置讓你直接錄Lock 讓你後製可以有更大的調色空間 第四樣就是快拍 如果需要玩運動攝影 或者盜竹小朋友的動作 快拍功能很有用 軟件方面 我們主要講一下 摺機上面的軟件調教 他們在設定放了一個專系 給摺機的專區 多了很多功能 首先底部多了一個Task Bar 連最近開過的程式 你最多可以放到8個Apps 可以讓你很快地在鞋子 拉一個Task Bar出來做多工處理 算上右邊的質感 現在使用上是更方便的 第二件事是現在會有更多App支援分屏 無論是左右分屏或上下分屏 現在都更多App可以支援得到 比起之前第一代試用的軟件體驗 可以說進步了很多 日常我現在需要的生產力功能 左邊email 右邊browser Gemini 起稿 左邊lotion 右邊打稿 這些日常生產力需求都滿足得到 跟著跟大家看一下 這部機上面可以用的一些AI功能 Magic Portal 是用來猜你想做什麼 再讓你Jet and Drop就做到 去減散你share相片給別人的一個步驟 或者你扔一些文字去Google找東西 還有執照會有AI去除物件功能 用AI去幫你fill up background 還有影片就是一件AI剪片工具 然後還有就是面對面翻譯功能 對於廣東話支援 他們即將會適配得更好 9月9日他們會正式推出廣東話這個功能 想試玩的記得留意住 這些就是之前說的Magic 6 Pro 那時的影片都有說過 可以看 還有一樣值得說的就是 人家launch with 他們最新的Honor Pad 2 以及一部9999 超輕14吋 5 laptop Honor Magic Book Art 這部機可以跟他們有信任還人的功能去做連結 可以做到頭皮等等的功能 效能表現去看 它的表現跟Galaxy Z Fold 6差不多 壓力測試下它的效能穩定度大概50%左右 主要我覺得它可能因為薄 要控制散熱 所以效能上需要有一定的調整才能做到 壓力測試下機身會暖一點 未至於好熱 表面大概40度左右 至於打機 測試用完神大概30分鐘最高畫質 frame rate 就維持在大概40多左右 表現都可以的 大致都是摺疊機差不多的表現 電量去看 它有的是5150mAh 電量來說 摺疊機來說算很大 它可以足夠給你全日電量 試用期間我都可以全日拿出去用 而不用充電 充電支援有線快充66W 50W無線充電 有線充電半小時已經可以充到75% 這個位置不錯 而價錢 它開賣價都只是一萬起頭 還有很多東西送 它們都頗有誠意 而這個價位 它給到這個配件 其實都頗瘋了 今次試的這部HONOR Magic Review 最印刷我的是整部機的手機 它的前屏尺寸 還有整體進步了很多鏡頭表現 以及它的軟體表現 以它第三代的摺疊機來說 它在這個戰場其實都做得頗有誠意 待與待之間有很明顯的差距 希望它繼續努力 今次就是這麼多 你又如何看它最新的HONOR Magic Review 留言降低吧 記得訂閱我 以及我和Anson做的對壁播報告 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我們下次見 拜拜